我们今天去吃一个西药 这个西药吃进去之后 它会给你这个血把它补出 这个很难的 我们再讲说人体的血从哪里来呢 每个人每天都大致上必须要 食用大概将近30种的微量元素 包含氢啦 氓啦 铁啦 那些离子进入我们身体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跑的都是电子跟离子 如果今天身体里面电子离子少了 这个血本身如果产生血不够 比如说我们说产生这个 比如说我们如果产生美不够 会造成我们血糖 血糖 大家知道这个血糖 它的造血糖就会有问题 血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吃了东西进入我们肚子里面 我们的胃会把它消化成凝状 而这个凝状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会来包裹 再把它里面转化出来电子离子 把它转化过来到肝脏里面去储存 等到已经要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肝脏在从这个血糖再转化 转化到心脏右面的电子离子 然后再跑全身 这个时候有人会说 老师那你的身体里面的肝心疲惫症 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运作出了问题 这个人就会产生各个不同的身体 他的健康上的伤害 就会产生哪里劳累啊哪里不舒服 那时候我常常在讲说 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源源不断的电子跟离子 像老师一直几乎每天日以继夜的在工作 为什么我的头脑失去还有维持一定的品质以上 那真的最大的重点就是因为 干性疲惫症的造血功能一旦足够之后 才有多余的电子离子跑大脑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属于末梢神经 就像我们的手 手跟我们的脚 以至我们的头都是末梢神经 所以常常人家讲说 这个人如果他缺氧的地方 哪里会先放掉 就是大脑 对不对 人家一缺氧 先这个末梢神经会先出问题 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 假设你想要有一定的健康的品质 以及维护你的大脑 持续不断的思考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每天补足足够的 将近30种的微量元素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讲说 假设今天要美不行的时候 这个肝脏造血会出问题 当然肝脏造血如果出问题 之后挤压到心脏 心脏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子离子 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所以心血管疾病就会这么来 尤其心脏症里面如果缺少甲离子 这个甲离子心率就会不正常了 甚至心脏的跳动都跟甲离子有关 举例说我们人体里面缺少这个心 CN2症 缺少这个心 我们知道男人最需要心 心一旦缺少的时候 这个肾脏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讲 是酶会产生肝脏的问题 对不对 甲会产生心脏的问题 心会产生肾脏的问题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学里面 叫做微量元素 就是透过我们的饮食 吃的东西 每天天天必须要具备 足够的根金月花果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每天要吃够足够的根金月花果 叫做五根五花五叶五金五果 请问一下一般我们长期外食 在外面吃的便当里面 有足够的根金月花果吗 老师过去就是没有这一个概念 所以我在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去高雄演讲 那时候就演讲到一半就昏倒了 快四十岁了 演讲昏倒了之后 后来有一书一次告诉我 这件事情我豁然开朗了 原来我是长期下来 在外面外食一个便当一打开 有几根几花几叶几金几骨 所以你身体长期下来 就被这些东西 就是缺乏的状况之下 身体的该心疲惫声就不能运作 这是第一个血灵要补出 三十六种的回量元素 它才会开始去运作 第二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想想一个 如果说我们的水沟里面 如果它已经堵住了 就算我们给它加入很多很多东西 它可以循环吗 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气血循环 是要在血沟的状况之下 还有你的气必须要行气 于是两个气血循环才能创造出 这么漂亮的细胞 如果本身气不够 或者血不足 就会产生细胞膜 营养不够 就开始怎么样 萎缩 萎缩了之后 大家告诉老师 什么东西会产生变化 免疫系统 所以如果你常常发现自己动不动 就头晕感冒咳嗽 这个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已经出现的问题了 所以在另外有些人会告诉你说 那咳嗽我们就吃一个药下去之后 接下来把那些感染物品杀掉了之后 接下来问题就解决了 它其实并没有 你不但可能吃了一颗药下去之后 你每天需要的根基液花果 一次性的补足 所以那很多的药只是能够延缓 它不能够解决你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长期下来 我们在某些观念状况 还没有到位的状况 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创造我们的细胞 变成一个萎缩了 没有免疫系统功能的细胞 这个时候外在只要有一样东西进来 它会产生正面破坏 于是它会产生身体细胞里面 组织坏死的现象 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我们打电话用的辐射 我们打电脑用的 也有辐射 或者一些电子用品的辐射 辐射只要一旦进来 就会结合细胞质 变成mRNA 开始去欺负这个DNA 于是慢慢的破坏 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细胞的增生 尤其不好的细胞 它是用一种不规则的方式 一直不断的增生 很快速的 这个时候免疫系统出来 就要开始跟它打仗了 一般来讲 免疫系统都会打瘾 因为免疫系统是身体里面 最重要作战的部队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些免疫的系统 但是这个时候 你又提供给它坏的细胞 一些不好的武器 举例 我们常常在吃的水果 水果里面 以前我们土壤要经过修根 全家现在土壤有经过修根吗 所以土壤里面没有经过修根 哪来的矿物质 哪来这些微量元素 里面假日 全部都是化学的农药 另外一些事情 还有外面不是有一些化学的肥料 另外在果实外面 不是有些化学的农药 这些小朋友在不知情的状况 大人在不知情的状况 一直不断地吃下去之后 又提供了这些不好的细胞一些武器 于是两个就基本上来讲 快要打平手了 这个时候你再给它一样东西 比如说我们给它这些像石化治癌物 刚刚大家都有看到环境对身体的伤害 从我们洗头的 从我们论法的 这种大面积的一起下来之后 身体里面有很多角质 这种比较弱的地方 它整个大面积的吸收进去 这些石化治癌物就提供了这些细胞重要的武器 去打败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些很可怕洗头润发的 还有我们洗脸的 什么样刷牙 尤其这个牙膏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口香眼膜 没有什么防御的动作 不像皮肤这样 尤其皮肤的角质疼也很多 所以这些受到石化污染 它的这个倍率会是那些 一般比较厚的皮肤 它有好几倍 好包含我们的洗澡沐浴 全部如果假设我们用的是石化物 它就大量提供了这些不好的细胞武器 因为这不好的细胞武器 一旦拿到了之后 它会开始跟免疫系统开始作战 接下来小朋友很喜欢吃麦当劳 高油脂 让他这些气不通 让他血脂增加 免疫系统一直开始往下盘 不好的东西一直不断提供给他 我们光是在家里面洗头润把洗脸出来 基本上这些还有我们洗衣经柔衣经重大面积的 更可怕的是拖地的 那从呼吸到进去了 就已经足够会让我们致命性的去损害掉 我们身体的结构组织结构组织 这个时候外在的环境里面错阳虫又破裂了 空气又污染了 汽车排放的废弃 还有烟酒等等不好的东西 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提供了我们这些不好的细胞 致命性的去伤害我们的好细胞 于是慢慢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人体的组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细胞 而这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器官 叫做肝心脾肺肾它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就在身体里面循环 那最重要的造血其实就在肝 肝脏要造血必须看肾脏的颜色 肾水足足以养肝 于是肝脏会疯狂造血 肾水不足无一养肝于是肝羊上康 肝脏肝羊上康 它会反射出一个很重要的 就常常我们觉得自己筋络很硬很紧 这很多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肝心脏很硬很紧 筋络很硬很紧的时候 跑去外面去按摩 按摩的时候是因为今天你肝脏无法造血 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组织一旦形成之后 它会反映身体的酸性体质 什么叫酸性体质 就是身体里面如果变成酸性体质 会造成很多的气欲 这种气欲的感觉就好像 以前我们不是有看到很多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里面假设这个人不小心吃了不好的毒药 吃了不好的毒药 什么叫毒药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这个血的部分 给它食化吃外物 或者给它辐射 打量的东西在我们大脑里面 于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于是这个气就会开始堵住 酸性体质把它堵住 这个时候你就给它按摩给它推开 如果一旦推开就造成这个血 更快速的去行血 那这血一直一直不断的在行血创造 会创造出更多更多不好的细胞 所以身上有个酸性体质会把它堵住 堵住就会造成我们的筋脉痕紧 堵住的原因是希望它的毒素 不要加速太快 就是让它慢慢止 可是在这死的满一点的过程里面 因为身体的健脑 就像我们很多人就走路 就像它要好疲惫的走 肝脏反映出来的 就是除了经过很紧之外 就是会感觉到就是 无力 不是无力 就是很累很累 甚至会头痛 所以常常记得头痛 常常头痛的就是肝 肝本身出了问题 好 肝脏造血要抵押到心脏 于是心脏开始正常的跳动 如果肝脏里面少了这些微量元素 心脏增测非常的快 比如说我们讲 心脏跳动就会出现问题 心律不整 就是这些微量元素出了问题 心脏如果一旦出了问题 它的脉象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才讲 筋脉还有什么肉 你们可以参考这个前面写出来的 筋脉肉还有皮毛 还有这个骨头 这一个人去看它的脉象 就是它心脏跳动好还是不好 心脏会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 或者心律不整等等的现象 心脏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常常发现 我们今天跑步跑了 一段时间后来 发现自己吃不下饭 心脏跳动太宽 根本就吃不下饭 心情不好也吃不下饭 所以心脏就是脾胃系统的妈妈 如果脾胃系统出现了问题 这个肉就会产生 我们常常看这个骨头如鞘 就是脾胃系统营养 它吸收率不好 或者另外一种就是 那种肉就是肥肥的 就是没有肌肉那种肥肥的 就是脾胃系统出了问题 好 脾胃系统出了问题 会产生过敏体质 甚至像这个鼻过敏 跟脾胃系统就有很大的关系 脾就是脾胃系统 因为小朋友如果有脾胃 其实跟脾胃系统有 有相当大的关系 已经跟这个盛情 可是一般的人会拿怎么样 因为脾胃不好 它就开始长出鼻息肉 就把它割掉 可是鼻息肉割掉 结果后来隔年 它又长出来 理由原因就是因为 坏的细胞 它并没有改变 这个环境因此并没有改变 环境因此没有改变 它还是会造成 这些不好的细胞 一直囤在那个地方 于是慢慢形成 这坏细胞的组织 就变成肿瘤 割掉的时候 会不会再长出来 会啊 另外还有一种 今天造成这个肺不好 肺不好 新陈呼吸含痒就不够 像这个皮肤过敏 基本上来讲 跟这个肺都很大关系 因为你看中文讲的皮毛 这皮肤产生 有些过敏体质 或者异味性皮肤炎 就是跟这个肺有太大的关系在 我讲到这个常常 这个你的皮肤过敏 就是它那个内固醇 内固醇本身又会致癌 又提供给不好的细胞 更多的东西去打坏这些 所以有些药 它是有抑制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一个头痛的药 它可以让你头不要痛 可能头痛的原因是来自于 肝脏血不够啊 所以吃了头痛的药 并没有补足肝气 反正这个头痛药里面 意识性的东西 又产生了不好的细胞 产生恶性循环 所以造成台湾免2.6个人 就有一个地方排阵 老师一直看到这件事情 我告诉大家 不是那些药不好 那些药会让你开车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能 我吃一样东西 我开车会会让我开车 是兴奋 所以不会出车祸 或者我想睡的时候 我吃一颗药 我有镇定的效果 可是它并没有解决掉 你肝心脾肺症的问题 所以当这个西医 帮你解决掉问题的时候 你要赶快找到 中医的相干的概念 这就是我安婆要告诉大家 立体重症的思维去思考整个健康端 才能够跟老师一样的健康 这些观念一定要带动 给你的后代的子孙 都要要解这个概念 好 我们又讲这个肺 含氧量增加的时候 这个肾水开始足了 肾水足足以养肝 于是才开始运作 尤其这个肾是每个人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如果肾不足的话 一般来讲 它的外形就会比较娇小 所以常常在八月年里里面 我们说要长高 一样不足肾气 但是肾如果不好的话 会又造成另外一种欠乡 早上起来会根本起不了床 会做梦 然后接下来呢 起来会头晕 这老年就是咖啰尊 就头晕 这个就是肾 或者是任何你的手脚兵们 都给你的肾气 无法到达有很大的关系 老师以前也是属于这样的人 我上课上到一半 常常会这样 就觉得自己无意识 就开始心悸 然后开始头脑放空 慢慢的我会发现 原来是因为老师长期外